各位媒介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是我們繼續前行九龍西與局長對話篇 完結之後的記者會 其實逃犯條例的風波已經持續多月 很多市民都很希望我們可以放下這次的事件 而繼續面對解決社會上不同的深層次矛盾 首先其中一樣重要的就是要政府官員帶頭落區 所以民建聯在這段時間邀請了不同的局長、司長 都直接去跟市民對話 上一場就在九龍東我們邀請了陳肇始局長 今場我們邀請了劉光華局長 是跟九龍西的居民對話 我將今場的總結交給我們與會者 鄭炳俊議員 謝謝李維琼議員 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們進行了民建聯的第二場 與局長前行的一個研討會 剛才有超過過百位在九龍西區的一些居民 有商鋪的當主、有業主、也有一些反商 他們今天都來到跟局長表達意見 剛才李維琼也有說到 其實今天的目的就是希望局長可以下區 聽一聽市民大眾的心聲 其實大家都知道 江過去不論是兩個月 以至到江過去的星期 在全港各區都有很多的遊行 亦都有很多的暴亂的情況 令到其實人心惶惶 在九龍西區你亦然 大家都知道 九龍西區作為一個市區的中心 不論在上個禮拜在太子一帶的一些示威 以至到在深水埗區 過去一個星期總共有四次圍堵差館的情況 其實今天其中一件事就是 很多市民都向局長表達是非常之憂心 亦都是很擔心自身的安全 亦都覺得自己很多時候 因為這樣的社會的氣氛之下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表達自己的訴求 亦都遇到一些白色的恐怖等等 今天都很清楚向局長表達 希望盡快可以平息止暴制聯 盡快社會可以平息了種種的風波 這是第一 第二 亦都有一些朋友特別提到 今天是開學的日子 看到也都有一些同學 在學校裡面進行一些示威 其實都令他們非常之擔心 因為今天有一些議會的朋友 都是一些家長 他們都是擔心子女 不論是子女的安全 以至到擔心很多的政治議題 帶入校園 這個是他們不想看到的 他們都希望局長積極向特區政府反映 希望這些情況不要繼續犯失 第三 當然就是就著很多在九龍西區的地區議題 因為剛才也有說到 民生議題是不可以停的 其實現在已經是對於社區造成很多的影響 剛才也有議會的朋友說到 譬如磚頭已經被人掘走了 欄杆也都拆壞了 其實對於很多市民出入 已經是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今天也有特別提到很多地區議題 希望局長可以積極跟進 盡快可以處理有關民生的問題 令到短時間內 都可以解決到他們生活上的種種問題 楊智希議員 其他有沒有補充 我想很多在九龍西的居民或持份者 尤其可能從商 就是邊商 很受到這個風潮 就是這個風暴的影響 其實他們都很好 今天有提一些建議的方案 其實我們民建都希望多些渠道去收集不同人 就住怎樣去止暴制亂 就住怎樣香港可以回歸和諧去穩定 去理性去探討 就算是政治一些議題 就能夠回歸去理性探討去處理 怎樣去止暴制亂 就是提供一些良方 繼續收集意見 好 看看記者朋友有沒有什麼提問 好 首先想問一下 局長有沒有什麼回應 在會上 除非聽到你們的意見之外 你答 好 我相信局長都是很 今天都是很細心地聽了 很多市民的意見 就是他都是知道 其實現在在社區裡面 對他們造成困擾 造成很大的衝擊 第一他在他自己的局局方面 他一定說他自己會承諾 是會積極跟進了 剛才我們說到一些關於 他在他的局範圍的民生問題 包括剛剛已經說 在地區裡面有很多的 有些藍杆的選委 以至到他們的社區會堂的跟進 等等他們都積極回應 另一方面 當然就住現在社會 過去幾個星期 那麼多的騷動 那麼多的暴動 都是他們都會積極地 是會向他自己會帶回去 和特首反映 希望盡快可以處理 其實總體與會者都表達了 對於現在持續超過兩個月的社會蘇聯 表示很擔心 也都有與會者 表示對一些社會問題 也都是提出意見 包括過欄大火之後 那個賠償問題未做好 又或者是經過兩個幾月的蘇聯之後 欄杆都沒有處理的 也都有我們吳粉金議員 也都再次提出 有些清潔的問題 就是在屋邨滅屬的問題 其實總體呢 我們都是希望政府要急市民所急 必須要以大刀闊虎的作風去處理社會上不同的問題 一個小問題呢 如果不處理 累積起來 就是民怨 就會成為深層次的問題了 那麼局長當然都是收到這個信息的 那麼他都會帶回去 那麼他也都鼓勵大家了 現在都是香港最艱難的時候 那麼希望大家一齊想辦法 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讓市民可以是回復正常的生活 這個是他最後的結論 想問一下呢 就是現在開學日 那開學的時候 就是警方就說 其實是收到一些 就是在網上拍到一些程度 就會欺凌一些警員的子女 但是其實校園欺凌這個問題 都存在了很久 那麼為什麼警方在面對 說有警員的子女會被欺凌 才在開學日的時候 就說有一些小組 或者教育局都有小組 但是其實校園欺凌這個問題 一直都是 那想問一下你們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們上個星期 是約了教育局局長會面的 其實我們是說 是所有任何的欺凌 校園的欺凌 或者網絡的欺凌 我們都不願意見到的 不論是不同的政治立場 的想法 都不應該是受到另一方的欺凌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上一次 跟局長說的時候 已經清楚表達了我們這個意見 希望局長 他要在他的教育局的層面 裡面去處理 那麼當時的局長 可能和今天大家有留意的新聞 他都有說到 他們都是說透過學校去處理校長 他們相信 學校是有能力 是處理有關方面的工作的 因為每一間學校 都可能有他實質的情況 要去看怎麼去做 那麼我們明白的 但是呢 我們都覺得今天是第一天開學 那麼究竟那個情況會去到哪裡呢 我相信我們這一兩天 我們就會密切留意著 但是中學生都一直有打課 或者希望政府去回應 但是你都說要理性溝通或者想辦法 其實中學生都表達了他的想法 那你覺得一定會做些什麼 才可以令到學生覺得他們是被聆聽的 而繼續向前下去 首先呢 一個的校園欺凌 都不能容許的 那麼我們 認為教育局呢 確實是 有責任 是確保呢 學生 是可以 安心上課 家長呢 也都安心 帶自己的子女回到學校 其實近日 剛才議會上面都有家長說 我都很心痛 有些家長呢 送了子女回到學 圍住一間學校 就不肯走 就擔心呢 是子女在學校裡面呢 是不知道會不會被欺凌 也都擔心呢 門外有些人在那裡叫囂 影響小朋友學習的情緒 我認為學校 校長 校董會 以至教育局呢 是雜無旁態 如果發現 是有人刻意是騷擾學校 或者是將政治帶入學校的話呢 是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 包括考慮 是不是有些合法的手段 包括是不是要想想去法庭申請禁制令 是去不讓 不讓有人蓄意騷擾學校上課的 那至於你說學生的感覺是被 就是要聆聽學生的訴求 那其實呢 正如我們都是搞不同的對話系列 其實我們都是呼籲 不同的持份者呢 都可以和政府溝通的 那民政事務局呢 我認為它 也都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 香港的學校遍佈18區 那而溝通呢 需要 大家都要踏出一步 我知道之前 政府 是想和學生溝通 那有些學生 也都不願意溝通 不過不要緊 我相信總有些學生呢 是希望 或者願意和學校 和政府溝通的 那我也都呼籲如果是辦學團體 或者是校長 他們認為某些學生是希望和政府溝通呢 都可以幫手搭建平台去舒緩 現在那個情況 那但是無論如何 學生他其實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他的意見 就是罷課 以至是欺凌其他不同意見的學生 或者影響學校正常的上課情況呢 這個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罷課結束的話 會否建議政府出一些措施去出面干預學校 中學生的罷課 我認為我們應該信任學校的 那今天是第一天 我想要看回實質的那個情況 我也都留意到 有些學校都採取了措施的 包括是 也都是有很清楚的訊息 告訴學生 學校是學習的地方 那麼我也都是不希望情況是持續的 如果情況持續呢 我認為辦學團體校長 以至是教育局是責無旁貸 要確保是校園是可以是 免受騷擾讓到學生呢 是可以是用心上課的 那麼學生表達意見的渠道其實很多的 不應該將罷課 或者欺凌不同意見的學生呢 是帶入校園裡面 其實現在機場和港鐵的禁制令 好像都沒有什麼效果了 民建員會不會建議 政府出一些新的措施 去保障那種交通的正常運動 昨天看到 不論昨天的機場情況 以至到其實昨天 大家都在電視畫面看到 有些示威者不斷地破壞 很多鐵路的網絡設施 這個是我們願意譴責的 其實昨天我們知道 我們都有跟港鐵有溝通到 他們都是要透過通宵的很多工作人員 去處理有關方面的工作 其實今天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今天有些地鐵站 是因為這樣而開不到 對於整個香港的交通 會造成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後果 是對我們香港是一個很差的情況 但是這個不是代表說 破壞完之後第二天 就立即每一次港鐵公司 都是可以處理這件事的 所以第一我們都是再重申 我們是不贊成任何一些暴力的手法 破壞的手法去處理這些 去做這些公共交通的 希望他們盡快平息 如果你問我禁制令是否無效 我就認為昨天執行禁制令 應該要再想想不同方式 去更嚴厲地執行 事實上昨天那批暴徒的肆意破壞 是絕對影響著普羅的市民 去享用鐵路的服務 甚至是令到他們沒得選擇 是被阻撓 令到遊客 以至回香港去離開香港的市民 也都是怨聲在道的 但是昨天我自己認為 機場管理局 以至是運防局要檢討 禁制令我不認為 在這一刻已經懷無效 只不過在執行過程裏面 有沒有一些方法 是預先去避免 這些激進的暴力示威者 再去衝入這些 香港那麼重要的設施 我認為在預防上 他應該做多些 昨天就看來去到 後期才進去處理 這個是不理想的做法 那我希望或者要求運防局 以至是機場管理局要檢討 昨天的情況 包括港鐵 怎樣在預防工作上做得更好 剛才與會者都有市民提 他說現在這麼多激進示威者 帶一些武器去搭港鐵 那是不是港鐵都可以研究一下 是不是不應該給普通市民 帶一些可能是有攻擊性的武器 進入港鐵範圍呢 那我覺得大家都要想辦法 就是如果一件事能夠 在預防的層面去做呢 是一定好過去最後收拾蘭灘子的 現在我們看到政府似乎是 每一次出事呢 就是去拘捕人 或者去想辦法去善後 那這個不是好的做法來的 就是有禁制令我認為政府 相關部門包括運防局 機管局甚至港鐵 都沒有好好想一下 怎樣在預防上可以做得更好 避免這些激進的示威者 是可以去破壞 那我希望這一點呢 他們認真可以吸取教訓 我們不希望再有這些 那麼激烈的破壞公共設施的情況出現 那是有禁制令的情況下 警察去入了港鐵去執法 是不是合適的做法呢 如果是去執法 會不會真的影響到一些非示威者的市民 去令他們收報 其實昨天我們都回應過這個問題 總體來說如果沒有違法的行為 警察就不需要執法 所以關鍵呢 都是要想辦法 好像我剛才這麼說 要從預防的層面減少 或者阻止這些暴力的激進示威者 再進行示威的破壞 但當有違法人士 是有違法的行為 其實警察是有責任 根據法例是要執法的 如果警察看到有違法分子 都不去盡力執法 其實也是破壞法治 所以我相信警察也是 他是去追捕違法的分子 才需要走入去不同的公共場所裡面 這個也是 我再次呼籲 大家應該各方面都要想辦法去避免這些 可能的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而不是我們每次時候都說 想一下只是批評警察 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因為根本如果沒有人暴力違法 或者是沒有做出一些激烈的行為 警察就不需要去執法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累的了 警察也都不是想去抓人 只要大家不要再搞事 其實社會就會開始可以平靜 大家就可以開始對話 想問一下 對於周庭今天的選領程序獲勝訴 你會覺得日後選領主任 對於議員的參選資格 其實那個考慮是否多了呢 雖然法庭今天就說 其實他仍然是有能力去篩選 他們的政權力 但其實會不會覺得日後 是會多了考慮 今天法庭那個判決 我的理解其實是確立了 所以美國作為立法會的參選人 必須要擁護《基本法》 也都需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這個體驗呢 不是只是簽一份確認書 就已經是完成了 所以選舉主任呢 是有權和有責任去核實 或者了解每個參選人 他在這方面的態度 以確立、以信納呢 他是不是真的效忠《基本法》 以及特區的 至於當然 今次我認為選舉主任 都要吸取今次的經驗教訓 事實上 在程序上是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是讓到今次的選舉結果 但是總體來說呢 判詞也都很清楚 是引述《基本法》 以及《人大釋法》的要求 也都重申 是所有的參選人 其實是需要 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這一點呢 不只是簽署確認書 就是簡單完成了這個工作了 選舉主任呢 是有責任要信納他 是達致這個要求 才讓他參選 好 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剛才說到 有一個家長送了朋友 去到大學之後 再逗派那個家長 是否提醒了家長呢 不是 其實呢 我們都收到不少家長 一直都擔心的了 其實今天的例子就是 他送到學校門後 看到學校有很多人聚集 很多同學聚集 其實也有家長聚集的 其實呢 是有很多的家長呢 其實他們都不放心 就是他可能送到子女回去的時候 他都擔 他的說法就是 他擔心子女進入去的時候 就是會不會都是 可能會受到欺凌 又或者就是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會令到 就是他們的同輩 會是不開心 等等 所以呢 今天是第一天上學了 我想我們再次呼籲 就是任何的欺凌 我們是絕不容許的 也都呢 就是希望如果真的 遇到這些情況 是必須要向下反應 還有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是跟一些市民 跟部長面談 其實市民方面 特別是一些相反 他們反映了的一些意見 就是現在是受到些什麼 情緒的影響 還有他們 局長有否說 一些實質的答應會 去幫他們做些什麼 剛才都說到一些社會 設施委 或者有兩位 但是都還沒搞定 他有沒有給你們一個日期 你們說幾次會做 你們的標明想答 我想相反 店鋪、餐廳 其實這個大家都不需要說 大家都知道 在這幾個月裡面 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現在呢 他們的生意是大跌的 有很多 跟茶餐廳的人說 他們可能生意跌了一半等等 這些情況是屢見不少的 而另一方面 他們都擔心 其實有一位朋友說到 他在電視媒體 在播哪一個電視台 都有一些人有意見 因為你播這個電視台 我就不歡迎你 我就不進來光顧了 這個情況 我自己覺得 就非常不理想 所以其實 對於做生意的朋友來說 是很大的影響 其實有些是做排檔的 都有跟我們說 在這兩三個月 本來有很多東南亞的旅客 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些旅客 全部都不來香港 對他們其實 手停口停 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當然 剛剛前一陣 就是蔡野 都公佈到一系列的措施 但是其實 可能幫到他 未必是很多 都是那一句 都希望 是可以盡快平息 好 有沒有補充大家 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麽多位 謝謝 我們分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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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